主任 我们中午吃什么呀 这两天天这么热 活又这么多 吃什么都不香 这一到忙的时候 我就想起那个 实习生李慧珍了 干活真能干 一个人顶仨人 那他还会回来吗 怎么回来啊 被引摩托炒鱿鱼的人 怎么回来 也是 太可惜了 要是当初留在后勤部 就没事了 不是 把衣服给了 这件 这件格局 更顺便的危险 看看一下 但是配饰也要 再做得很仔细 接电话呀 接电话 欢迎好 您摸到时尚罚纸 好嘞 您收一下地址 好好好 好 好好好 好嘞 过几天给您 快递送过去 好 再见 再见 慧珍 周音音姐 你回来了 回来了 我回来了 那个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几天让大家担心了 我 真的回来了 慧珍姐 我好想你啊 好想你 回来 慢点 手 手 手 慧珍 欢迎回家 谢谢 你太好了 我要去你身份大餐 谢谢你 慧珍 你回来就好 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都很想我 谢谢你们欢迎我回来 变得这么漂亮 我们可都非常想你 不让你想我们吗 我当然想大家了 所以我一路小跑回来的 回来可没有那么轻松啊 我们正在打仗 正缺你这样的战友 跟我们一起战斗好吗 好嘞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好 谢谢 姐姐不在这里见你 我变胖了 吃饭 都好 咳咳咳咳咳咳 给 这什么呀 专门为你准备的 早餐点点啊 嗯 专门为我准备 很奇怪吧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出来啊 因为我们心有灵心啊 真没 再来这一套了 真的是 不管过得多久 你这个人都不会变 是不是你自己吃剩下来 或者是过去那东西拿给我 吃剩下来 李慧珊 你立即认识我 我什么时候有吃剩下来的时候 那确实是今天的 谢谢你啊 李慧珊 慧珊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好啊 好啊 那我先去忙 好 好 好 吹我 那天都怪我 对不起 没关系的 你不用说对不起的 真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 真的没事 但是 那个副主编都已经跟我讲过了 说实话 我还挺佩服你的 佩服我 对啊 像一般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肯定想要推卸责任 不想把这件事情 怪罪在自己头上 但是 你反而还勇敢地去告诉别人 你自己错了 勇于承担责任 所以我还挺佩服你的 而且 而且都已经过去了 真的没事的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还有就是 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的 这样客气还挺不好意思的 那我们以后一起加油 好嘞 加油 慧珊 朱音姐 你去美工那儿 把我们要的东西拿来好吗 好嘞 朱音姐 对 美工 把这个材料细化一下 怎么细化 那是你的事 主编 早上好 早 我回来了 主编 你是 我是 我是那个之前从后勤部 调到编辑部的 实习生理会真 什么 你的头发 我的头发拉直了 我的天哪 你现在 才是一名合格的小花 非常漂亮 非常灵魂的风格 做得好 谢谢 主编 副主编 先生 你有时间吗 你们 我找他有事 当然 那我们先走了 主编 去吧 去吧 李慧珍 李慧珍 欢迎回来 谢谢主编 好早上 我的小花呢 早上 风好大啊 天台上 这是什么呀 你打开看就知道了 工作证啊 你怎么把这个还给我啊 可能我前意识里就知道 这都不是你的错 早晚有一天 我会求你回来的 不过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突然改变心意吗 为了我自己 然后呢 具体原因嘛 我现在还不能说 不过总会有一天 我一定会哭着喊着 要把真相都告诉副主编的 好 我等那一天 李慧珍 欢迎你回来 是 好 好 好